哈嘍各位观众好 今天是2021年5月13号 也是我们龙哥打败第119局 那我们今天呢是主要是谈法律的急诊室 119对也是911 然后这一这个法律急诊室 就是人祸的拯救者 然后我们以这个医界的一个开刀的代夫 叫做医生叫杜颜坤伟立 他就是拯救一天一年要开一千床的这个病床 拯救很多人 然后杜氏刀法就拯救者 那我们法律呢是不是应该要有急诊室 这些法律人呢跟医生呢有什么大的不同 其实有很多东西是相同的 就是在我们医界有疾病 医生呢要对抗疾病 然后要拯救 然后要研究疾病 然后最后呢拯救了病人 把病人拯救好 但是我们法律案件里头呢 也有很多的是迫害的案子 有些冤枉的案子 错案假案假案诊室 那这些其实就必须要有这个法官呢 还有这个检察官 还有辩护人 还有这个媒体呢 还有法学教授 就是法学教授 媒体 法官 辩护人 检察官 这五种人呢一起来拯救这些案件 那但是我们在这里头呢 我们的法律呢变成很乱七八糟 也没有急诊室 然后我们的急诊室呢 就是看守所 所以看守所就是急诊室 那有些人把人丢在看守所里头 其实是在整数他 检察官呢 把这个被告呢 丢在看守所 一丢就两个月 再延压再两个月 然后一些法官呢 也是一样 就没有把它当作 是被告 是人 如亲 那这个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哲学来改变这个 就是我们法律界呢 最差最惨的就是 整个来讲 最差最惨的就是 整个来讲 就是没有这个真正的 所谓的希望的哲学 所以我们知道 很严重的问题 那今天因为 今天是 新达电厂 是不是新达电厂 这个突然呢 这个停电 所以到处呢 都没有电 这个 所以我们知道 台湾呢 这个 COVID-19呢 其实影响大家很厉害 那另外台湾 也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 这个 很多问题 不确定的因素 然后再加上 然后再加上 所谓的 对岸的这种 红色的渗透 红色的恐怖 然后另外再加上法律界呢 根本一个案子呢 一拖 就要拖个十年 二十年 然后 也没有办法来真的 真的有希望哲学 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 这个 这里呢 就用自然光 我们来省电 然后自然光 先录 录下来以后 我们再 晚上呢 再来播出 因为今天 电信都不稳定 我们在播出的时候 都有困难度 要直播蛮困难的 所以今天 我们希望 这个集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集 这也是 大家都应该要看 所以我们知道 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也是呢 改变台湾 也是拯救台湾 台湾的119 台湾司法的急诊室 台湾司法的拯救 在民国家911 那这台湾 今天 也是出了很多问题 那我们 法律人呢 是不是能够 把人当作人 还是他一直 还是要当官 所以应该叫裁判人 检察人 辩护人 媒体人 还有教授人 这样才是对的 然后被告人 这些都是应该 具有人格的资格 然后他 当一个被告 被丢在看守所里头 丢在急诊室里头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不能够把羁押呢 当作羁押 就羁押在看守所 当作不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 应该要转变 所有的法律人的观念 他们不应该 再用以前的 那种官僚的气息 我们的这个法院呢 其实最高法院 他是以前清朝的这个大理院 他根本不是民主法制时代的法院 他应该 即使是法律省 也必须要开延迟辩论 也必须不能够用书面审理 不能够秘密审理 所以我们的这个最高法院不像话 然后我们的司法院呢 也很不像话 全世界没有这种司法院 那司法院呢 认为呢 司法改革就让司法院来改 然后以前呢 认为就是 法官呢 司法改革不立 所以现在找一个 名字有一个有力的 有皈依的 有这个 厉害的人 有个力 力量的力 那就改革就会有力吗 也未必了 所以真的改革呢 应该司法院要除掉 应该让整个法官能够活起来 所以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全国有那么多急诊室 有那么多病人 你让一个司法院长在主持在开大刀 就司法院长才能够当做司法的代表 然后问你 那其他法院的法官 那所有的医生 那不就等于没有用吗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荒谬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台湾到处有看守所跟监疫 那看守所就是等于医院的急诊室 监疫呢 其实就是等于医院的住院病房 而不是目前这些观念 这改革都不想改 然后让大家很乱 所以我们今天呢 以这个 益大的这个杜颜坤医师的例子 那杜医师呢 他是台北医学院 然后他也是从事开刀 叫杜士刀华 然后他也开了很多刀 然后他也受了很多的影响 受了这个德勒沙修女的影响 就是要拯救别人 他就是要有希望 所以他神经虫的开刀法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 所以他的拯救别人 然后另外以这个 有一个受他感动很深的就是 石岩阿嬷 就是庄製的例子 石岩阿嬷的例子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也拯救 他就说要去救乡下的病人 像澎湖他就去救他 而且他把薪水都捐出来 所以他的人生呢 其实都是拯救人为子制 他就是一个最主要希望就是能够救人 那我们看一下台湾的法界 也有很多人是以拯救人为例子 我们知道很多人 但是在我们的司法体系呢 还有在我们的媒体体系呢 都不报道这个 所以导致呢 这个问题呢被忽裂了 所以我们待会我们会跟大家来讨论 几个问题 就是在911 119 119集 如何拯救台湾的司法 如何我们法律界做出的人祸 应该有加害人 有被害人 有拯救人 可是这拯救人呢 并不是我们现在玩假的 这一年呢 大概有几个拯救 只有一个两个被拯救 然后一些律师团体呢 把这个当做他的华宝 然后让他们变成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但是实际上 我们如果你想想看 有病人这么多 那么有上千上万的病人 然后一年了只拯救一个 然后以某个医学院最有名 然后历史又不是最主要又不是医生在拯救 而是所谓的其他的媒体 那这个已经有点对于这个法律文化了 不重视以病人为中心 而重视以这些演员为中心 就是媒体演员 历史演员 然后铺列了真正拯救者是法官 法官才重要 所以我们这里头 其实法界有很多拯救者 在这里我们知道 像太极门案 拯救者呢 就是一个叫赵子龙法官 他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让他自己身体都坏掉了 去研究这个案子 所以把太极门案判无罪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所谓的地银行的这个压惠案呢 那里头有三个老人 三个地银行的行业 然后流浪法庭了28年几个月 后来又打了官司超过30年 所以有流浪法庭30年 那这里头当时就是说99个法官都认为有罪 但是到第100个法官 那就是陈宪毅 高院的陈宪毅 他有一次到台大来 我就问他 来讨论这个案子 他就讲说 他去把这个所有的建宗 所有的延始的证件 详细的研究 终于发现 原来这里头是有问题的 从政绩来还原 所以终于给人家拼换 所以我们知道 陈宪毅 赵子龙 还有很多很多的法官 其实都很优秀 像 还有一个年轻的法官 像在这个士林地方法院 叫做 林济委 林济委 林济委法官 林济委法官 现在法界有两个林济委 都是法官 那林济委 非常的认真 他也研究案件 所以林济委法官 让陈清夕的案 智树案 他也认为这里头有问题 所以他让智树就开始审理 所以这个真的是 市林法院也不得了 那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 彰化地方法院 对于警察 黄毅林法官 黄世伟法官 那这些都是拯救者 所以我们现在 新的文化出来了 就是有加害人 被害人 第三个就是拯救者 法力人 司法改革人 你如果没有这个观念 你就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这个问题 非常的重要 好 那我们今天 在这里我们 光线还很好 那我们也知道 今天在这个 这里头有 红黄墓 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 红黄墓 然后 这也让我们 午夜天 红黄 然后其实是 大家 要毕业的时候 我们也是 希望 这个司法院的官僚 现在可以毕业了 可以下台了 让真正的 好的 杜延坤 年轻的杜延坤 然后 各种杜延坤的法官 都可以出现 那我们希望杜延坤 是一个例子 也要好好的改变 所以我们知道 整个来讲 非常的重要 所以 今天 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那我们知道 在 这里 撿起来 我们知道 这里 今年是牛年 要扭转乾坤 然后 我们今年 在这个波涛 汹涌 台湾 法律 八十年 我们也就有一些 故事 也就是一大堆 破坏者的故事 然后 也有一些 拯救者的故事 那这里的拯救者呢 我们也知道 像这个 曾建延案 他也有拯救者 曾建延的爸爸 他是二二八的被受害者 他当时去找金华官 找这个 找了一个台大法律系的教授 叫蔡章林 他叫蔡陈信 那蔡陈信呢 就去建议他去找这个 呃 当时的金华局的呃 副局长 叫洪福贞 洪福贞 洪福贞 对对对 那洪福贞呢 就拯救了 呃 郑建延的爸爸 哇 这个就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也知道蛮多的拯救者 所以法律界呢 其实有很多拯救者 法律界 那我们知道 呃 监察院也是一个台湾人权的拯救者 也很重要哦 监察院有很多很多拯救者 在这个监察院呢 他在开庭的时候 呃 不是开庭 他在一个人权报告会 他们就有讲到 如前幕呢 就讲到 谁是破坏最厉害的呢 就是军队警察 军队警察 还有检察官 检察官 调查局 这些都是破坏者 那这些是我们的文化 就是有一大堆破坏者 但是也有拯救者 拯救者 我们刚刚讲五种人 其实还漏了一种人 应该六种人 还有监察委员 监察委员 对 前幕呢 以前的院长 还有王建仙 还有好几个陶柏川 这些监察委员呢 其实他们就在担任 拯救被破坏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 这个白天时来了 那我们知道 这个911 是119 今天119集 119 对 就是在探讨 法力的急诊室 法力的拯救人 如何拯救被害人 我们以前的观念就认为 只有 有加害人 言告被告 还有辩护人 对不对 还有一些 报道 就是报道 所以我们 现在 很多律师 他们都不把法官名字讲出来 为什么 他们 律师认为他最伟大 这个律师 反正打赢官司太拿钱 打书官司太拿钱 那律师其实一点都不伟大 对不对 有些律师很伟大 真正伟大 还是要靠法院里头的很多人来拯救 就是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伟大了 应该 很多人一起 才伟大 像医生一样 要队延坤 他要开刀 也不能靠他 很多的团队 对不对 有医护人员 有开刀皇 还有手术皇的麻醉师 手术皇的护士 还有个案管理师 对不对 像杜延坤 他要靠个案管理师 姓林 林淑林 他就帮忙他 找一些要监管的 穷困人家 所以他也是监管给私立大写 在2020年他监管 我看了资料里头 有攀位大校长 那不就是东吴大写吗 所以东吴法律系 也应该出来来拯救 对 感谢 所以我们东吴呢 他们要成就完美的人 但是我们现在 有没有东吴的法官 出来拯救 东吴的检察官 东吴的律师 东吴的监察委员 东吴的政务官 东吴的执行官 有没有出来拯救人家 因为队延坤已经给你们钱了 对不对 所以我知道 东吴大写也是一个保护 那台湾大写 其实有蛮多好的华官 检察官 律师 还有媒体 还有媒体其实蛮重要的 现在如果媒体呢 能够多多报导这个 我们台湾才会有救 那媒体如果变成1450 媒体只能做官方文章 做官方的宣传 叫Papaganda 就是狗仔队 宣传队 Papaganda 就是媒体 那这样就没有用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整个观念要改变 整个观念改变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有拯救 拯救人的心 好那我们来 天使人来讲去看 对 19911 所以我们今天是119集 对 重点是呢 整个拯救的过程呢 不是只有一个人的事情 不管是拯救者 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 这是要靠大家一起 最重要的是要什么 要有明察求好的法官 对 在这个过程中法官书记官 还有什么 还有 法官书记官还有 愿意一起来帮忙的 共同审理的 大家明察都把 案件细细的问题都找出来 这样子呢 才能让我们怎样 把真相浮出水面 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还给大家一个清白 真相还原才能怎么 平反 才能知道真正的问题在哪 不管是加害者 还是受害者 才能什么 早日 对 脱离这样子的司法 整个过程呢 就是很 重点是呢 今天呢 我们在讲的就是什么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在法律界需要 不是现在的疫情很严重 疫情很严重 不是只有疫情 对 那些生病的人需要被拯救 整个体系 还有整个国家 是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对 防疫的过程 也不是只有靠一个人 要靠全体国民一起努力 所以呢 不管是在防疫上 或是在司法上 其实是要靠什么 大家一起来做 对 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 在这个疫情期间 对 任何一个人有一点点的小漏洞 或是没有弄清楚 其实会什么 造成大部分人都会受影响 这跟所有的体系都一样 无论是在防疫 或是在我们的司法体系上 对 在司法体系上也是一样 只要有一个案子 对 受冤 两个案子受冤 其实这样的模式 它都会一直的不停的使还 最重要的是 我们是希望可以还给 每一个人清白 找出真相 让这个体系翻转过来之后 很多人才可以 因着这样的案件 跟着平白 对 那有什么想法 其实 呃 今天 119呢 非常重要 其实这里有一个资料 就是2009年 5月23号 呃 当时的 呃 这个 中国人钱协会 欸 逛线来了啊 真的好啊 所以有 有几办 监狱 监狱行刑制度 跟人钱保障 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 其实 呃 我们的新观念 就是 呃 监狱行刑 就像 呃 病狂一样 那病狂一样 一定要有主治医师去行 就是 你当时呃 呃 监狱里头应该也有 所谓的法官 但是在台湾 这种观念呢 呃 也都不想改 所以难怪台湾呢 监狱里头 变成个土霸王 监狱里头有特情 那这样就是 藏污纳购都在里头 所以 呃 这个 前部也讲 其实监狱的执行里头 也很重要 所以在这里头 其实有一些新观念 其实新观念我们提出来 可是 呃 抗计就抗计很严格 所以 所以那个 呃 台北大学 呃 那个 正义者讲说 呃 呃 就是 呃 呃 就是 呃 呃 有些问题 他形容他叫脑残 所以呢 呃 正义者才有生意可以做 才有教书可以教 其实 呃 这个 是 讲真的很痛心啊 因为真的来讲 你看医邪进步 一日千里 医邪都是像理性 像真理来讨论 所以医邪都可以改变 我们的坚毅行行 我们的看所所 其实 很简单 看所所就是医院的急诊室 急诊室 然后 监疫行刑 监疫 就是处院病亡 我问你 这个是不是要由法官呢 来维护人前 真的来彻底来拯救 真的来搅置他们吗 对不对 难道监疫里头 呃 不让法官来 不让有理想的人来 而让一些 呃 类似金队里头的人来 然后监疫里头 什么行刑累进处义 条例啊 晃出来啊 都要有特前 所以这一观念啊 其实我们当时 都有在讲 所以这些早就在讲 你看 我在当年呢 就是 呃 早上9点20 我第一场 我在讲这些问题 所以 所以这些问题 其实 蛮严重 其实 我就是讲太多真话 然后他们 越来越怕我 把真话呢 散布出去 让台湾呢 真正能够改革 所以 台湾 其实要真改革 真容易 但是台湾就是有一些 反对改革的一些人 尤其 最近的 这些 司法院 跟法务部 可以说 跟以前不一样 那最近的监察院 也跟以前不一样 人家 前副 王健先 时代 还有司法院 人家当年的司法院长 时代 都可以改啊 对不对 2009 都可以改 你不只是 翁叶生 赖浩敏 他们都可以改 现在的司法院长 有成立人权委员会 不能改吗 我现在司法院长 真的奇怪 他就是 很奇怪 他的观念呢 其实就 容纳不了改革的声音啊 所以我们知道 监察院 在2009年7月10号 有第二届人权保障工作研讨会 其实也是讲人权 对 所以你看监察院呢 你看 这里头 主持人呢 有这个司法院的顾问 曾友田 对不对 你看 这些资料 我们也就知道 其实 我们欢迎看看 2009年 今年是2021年 12年前 已经有这么进步了 今年呢 2021年 是倒退的 所以 我们知道 人权 一天不进步 人权就会完蛋 所以 蔡英文总统有讲 要塑造人权的DNA 所以 我们知道 有一句话 杜颜坤讲就是 希望 希望很重要 然后 陈水扁讲 快乐 希望 陈水扁 杜颜坤讲 希望快乐 杜颜坤 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希望比较重要 希望是 让别人的希望能够落实 我的希望也能够实现 然后 先有快乐 未必有希望 所以快乐 希望 陈水扁 陈水扁 其实也很不错 他也提出这些观念 他 可以改革 像 以前的公务员的改革 护政机关 所以我觉得 台南人 真的改革 有助于 有帮忙 那其他的地方的人 真的要跟台南人 学习 要改善 台南人 现在有 现在 士林的法院在银头赶上 彰化的法院在赶上 对不对 还有 没有 台北的 这个 台北的 这个 这个叫做 赵子龙 好几个法官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讲 所以我们知道 年代 这些资料 我们知道就是 改革 看索索 以前我都有提出这些观念 可是我现在 我被媒体封杀 那这样被封杀以后 其实让台湾的法律人 这样 其实真的 没有办法改革 所以我们只要看2009年 我是可以在主流媒体可以出现 2021年 所以 当了 这个所谓有力人士出来以后 司法改革 非但没有有力 变成司法不利 所以以前人家没有有力人士 人家默默的真的在从事在改革 所以我们2021年 比较 2029年的7月10号 5月9号 我们就可以知道 真的呢 要改革 那我们在520呢 又马上要到 我们希望 今年的520呢 应该司法改革 是一个希望的 是一个人权DNA 是可以真正改革的 你说对不对 对 那你讲 我觉得 人权啊 从古至今 一直以来都 遭受破坏 不论是从各种 各式各样的政权 其实呢 常常都是剥夺许多 许多人民的基本权利 因为剥夺其他人的权利 就可以怎么样 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让大家觉得说 哇 我高高在上 对我是神 快来崇拜我 这样是对的吗 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体制 都是为什么 都是因着人民而存在 因为人民愿意 牺牲自己部分的权利 来保障自己的 对基本权利 才有国家 才有法治 法治 这些公谱是怎么样 是为了希望 可以出来 主持公道 还原真相 所以为什么人民愿意 将自己的权利 付出 多付出一点权利 来成就这些公谱 而是因为他是有利人士 他可以维护每个人的 基本人权 然而 时代在进步 时代在改变 可是 我们的国家有进步 有改变吗 对 从古时候 很多的威权体制 所以 很多威权体制 中国历代威权体制 而导致最后都导致 走向灭亡 对 一直到现在 民主国家 什么 依法为政 可是在民主的过程中 不只是政府 法治需要改变 而是每一个人的观念跟思想 都需要被改变 人民要知道说 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 我们的权利被剥夺 我们权利是什么 上天赋予给我们的 我们的权利不应该被剥夺 而应该什么 去重视自己的权利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去监督 去了解 去维护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 无论是生存权 自由权 对了解真相 知道的权利 而不是傻傻的被媒体掩盖 在这个过程 我们需要去监督政府 需要去监督我们国家法治 是不是真正的落实 真正的执行 他这个维护的过程呢 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 这个是现代公民 应该具 要具有的基本素养 这样才是什么 真正的民主 主权在民才是民主 法治是什么 法律真正的落实在这个社会 维护 对 这个国家的主人 谁 人民 才是真正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 从威权走向民主的过程 其实呢 所要改变的 不仅仅是只有体制而已 还有每一个人的思想 对 就像蔡英文总统提到的人权DNA 这个DNA要开始升值人心啊 从DNA 从骨子里啊 就要开始改变了 为什么病毒疫情这么的强大 就在于什么 因为它是RNA啊 它从RNA 对 从最基本的那个文化 那个智慧 它就可以去 对 塑造最适应各种环境 各种变异 它都可以什么融入到里面 所以呢 我们维护人权也一样 这样的人权DNA呢 是怎样 应该也是要什么 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里 各个行为 思想 还有法治 体制的过程 对 都要融合进去 对 在这个过程是 人人都要有 对待万事万物的过程中 每一个人都要有人权DNA的思想在里面 对 做起来的事情 不管是民主法治 真正的落实在我们的国家社会里面 诶 诶 诶 我刚刚在看 这本书 就是 波涛汹涌 法治 八十年 这里头是有无数的整数案件 所以 这里头也提到 这些法治人 其实有蛮多很伟大的 其实我们在 法治人里头 我们有一个 有提到 这个 翁越生的协生 叫做刘世民 刘世民呢 他提出选择确定 如果今天刘世民 刘世民后来是身体得到怀过世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台湾的刘世民 正是翁越生的协生 所以翁越生的司法改革一定会成功 那这也是真材实协的刘世民 所以翁越生在做他的八十岁论文的时候 应该要把刘世民他是他的第一个协生 结果没有摆在第一个 摆在最后一个 年轻的摆在前面 所以我觉得真的台湾的司法改革 就是要尊重真材实情 所以这本书 如果大家有空 好好去买来看 这本书 很便宜 才一百九十九块 还有社会价还可以打九折 非常便宜 所以这本书 你看了以后 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三平书籍 还有很多网路书店都可以买 所以我们知道 真的改革 其实是有希望 台湾真的有希望可以改革 那我们 其实我们受到改革的影响 还是所谓的一届的人物 像杜言坤 对不对 台湾司法 应该要有人够拯救 最路司法深淹里头的匠缸 里头的司法的困难里面 救不出来 然后要能够拯救者 然后司法优良的拯救者 很多 我们有讲 像这个陈宪毅 法官 还有赵子龙 在拯救太极门案 温耀园 还有温耀园 有14名刑事法官 非常悠久 还有行政法院 也有很多很多的法官 优秀法官 像林文周 还有这个 王世杰 还有好几个年轻的女法官 行政法院的法官 我觉得台北行政法院 很优秀 他也是高等行政法院 还有这个最近这个彰化的案件 那呢 简喜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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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迷雾 把这么优秀的法官藏在后面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媒体记者 能够多报导拯救人的法官 而不应该去只是报导 加害人跟被害人 真正帮助社会的 帮助人的法官 法官话很多 所以你要报导法官 也要报导法学教授 也要报导媒体 媒体人也很重要 也要报导监察委员 而不是报导整数人家的人 整数人家的人 没什么好报导 那像司令地厌林纪委 对不对 这些都很优秀 我觉得很优秀 然后杜延坤 他热爱开刀 杜氏刀 自己研究 研究 神经从他可以 对 从毕神经 毕神经接来这里 哇 这个真的 那法官也应该要多研究 如何透过政绩华 来研究 摆脱 长官 叫做 司法院有力人士 他在当官 还有最高法院 就是大理院 他们秘密审 摆脱这些人 我们司法真的要改 司法现在真的都改得很离谱 对不对 很多都是用钱 对呀 像什么赵滕雄 在高院 在判的时候 还用钱交换一下 什么都不要关 所以 叫做有钱 判身 没钱 判身 有关系 就没有关系 没关系 就有关系 这种司法 我们已经受够了 我们欧洲各国地方的司法 还欧洲的看守所 欧洲的行刑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应该要 让所有的法官 回顾他拯救者的角色 而不应该让他被控制 不能讲话 那杜妍坤其实很重要 杜妍坤呢 他以前摆脱医院里头的传统文化 只有主治医师才能够挂名开大刀 其他人都不能 那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能够做拯救的东西呢 只有少数的特殊的律师柔 还有律师的司改团体 还有少数的立委 少数的挂名的 但是大多数的法官才是拯救者 法官也怕这些人 所以台湾不对啊 所以杜妍坤打破这种智库 他让自己来 什么东西要自己来 法官一定要自己来 所以我们法官呢 其实要有主治法官 对不对 整个案件能够让他来办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非常好 杜妍坤一台刀能够救病患 而且他还有一个更让人敢的问题 他有一个杜妍坤他的开刀 他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管理员管理师 他说个案管理师 他说什么呢 杜妍坤有一个宜兰的 要叫他签书了 结果他进来了 他叫个案管理师叫林巧琳 他说杜妍坤很离谱 人家是抓一只猫胡家养 这个宠物 杜妍坤是抓一个病人回家养 有一个病人 小女生在宜兰 他就车祸 有瘫痪 都不能动 所以杜妍坤就把他转到医院里头 自己掏腰包花七八万来救这个人 而且还帮他请看护 自己自讨要不要帮他请看护 其实这个在法律界也有 你赵子龙呢 为了太极门案 他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都没有喝水 就会上厕所 整天在把证据 他传一大堆证 所以太极门能够平反 其实也有一个 就是赵子龙是法界的杜妍坤 那另外呢 走这个法院的三十年的第一银行的案 就是也有一个法界的杜妍坤 就是陈宪毅 陈宪毅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法界的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观念要改变 对不对 然后我们刚刚有讲 我们法界不要要升官花财 升官花财 升大官花大财 到最高法院去整人家 或者是最高法院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那最高法院也很奇怪 没有救人 还陷害别人 像中华人权协会 他接受这个 这个一千万的监管 监政 他是监政不是赠 结果 竟然国税级 因为中华人权协会 参加法税改革 所以要整他们 国税级就给他开一张一百万的税 那还要执行 然后最高行政法院 五个法官 竟然 不是花回高等行政法院 因为高等行政法院 判中华人权协会 是赢的 不要交 对不对 然后竟然自己 把第一审判解 会去 就是 然后第二审 自为判解 这个就是 两审都让他判解 就违背审计例 而且四十审 其实不是应该最高法院 是最高行政法院 所以台湾 欧罗没座 掠夺思想 缓人权DNA的一些法官 竟然出现 然后我们 像 这些人都不是杜妍坤 这些人就是人家 要掉到井里头 再拿一块石头 把它砸下去 所以这些 跟 我们整个人权DNA 拯救杜妍坤 不一样 这些是 拿石头 把人家插下去的法官 所以这问题就是牵涉到 希望 希望 法官 没有希望 法官 只有奢望 只有安详 只有想 贪 只想掠夺 这个根本不是法官 这个叫做 魂 另外一个就是 自己想 魂卓 魂 魂 魂 机会生什么东西 那我们知道 用 人家 希望是用 德内莎修女的 给人民希望 对不对 这个哲学很好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就会有 一个 十言阿嬷的例子 庄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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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 十言阿嬷 医生 这么好的医生 现在来教我们的法律伦理学 法律哲学 然后我们教一下司法院长 法务部长 你们应该要有杜延坤的希望哲学 你们不应该有所谓的掠夺哲学 然后个人一定要身体力学 一定要好好做 别人不做 我自己做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一起来做 我们应该要到各个有好的法官面前 去挤牌 给他鼓励 给他跪官 对不对 多才多艺 也很重要 杜延坤 还会打橄榄球 很厉害 拉小提醒 拉小提醒 我们的 苏贞昌也会打橄榄球 也很厉害 以前的橄榄球队是很优秀精英才能去进去的 苏贞昌院长其实也要杜延坤的思想 你的隔级就位提升 然后多才多艺 另外呢 他兼薪水的半数 在最穷的时候也要兼出来 这是不得了 还有兼住私立学校 兼住东吴大学 东吴大学法律系 以希望以后有很多拯救的哲学的人出来 好 那我们来请你来讲 对 你觉得呢 杜延坤的 给你什么样的启发 杜延坤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 他在整个过程中 虽然从小受到父亲特别严格的教育跟教导 对 弟弟妹妹可以轻松过 为什么我要过这么辛苦的生活 别人都在快乐的玩乐 我为什么要在这边辛苦的念书啊 练琴啊 这么难过 可是长大以后 他并没有怎么样 也没有因此 觉得许多的抱怨 他做什么 他把自己身上各种多才多艺 各式各样的特质 拿来帮助别人 拿来救助别人 对 他因为有很多很多不同领域 不同部分的专长 他就利用这些专长来怎么样 来帮助这个世人 把他心中那份真正的爱啊 去点亮去照耀整个社会 他所带领的 不是只有被他帮助的这些人 还有包含他的团队 还有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 对 都会受到他的热情 跟他的这份爱心所影响 这是一个最好的模范 跟一个最好的典范 所以既然他可以跨领域 在各个不同的领域 来帮助这么多的人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司法人也一样 在司法界里面有这么这么多的前辈 这么多的爱心司法人 这么棒的法官 大家都怎么样一起来努力的 拯救这些被害人 维护台湾的人权 那我相信 我们还有更多更多的司法人 可以愿意一起站出来 来拯救这个更多的受害者 拯救台湾 维护台湾的人权 我们一起来努力这样子 其实杜元坤会拉小提琴 然后蛮厉害的 其实法界有一个我的协长 叫梁松雄也很厉害 他梁松雄当法官也拯救了不少的人 然后他现在在台中退休 在当街头艺人 街头艺人 然后他还会倒立 还有很多功夫很好 所以我们知道 法界其实应该要多报导 这些优良的火灰 然后我们知道破坏者 就像病毒 对不对 我们医学教授 还有医生 还有各种病毒的病理学家 护理师 都在研究病毒学 然后才能够找到拯救环环 那其实人祸 人祸有很多种 前傅就有讲 人祸是最主要是监疫 警察 还有看守所 这些人 监疫看守所 还有警察 还有检察官 调查局 这些都是人祸 那这些人祸 我们应该要 就所谓的 司法人祸的研究 破坏者的研究 所以我们应该要 整个国家 蔡英文 要司法改革 就是要把这些官方的人祸找到 而不是变成 一派打一派 用一派来整肃另外一派 把那个癌细胞挑出来 一个个挑出来标靶治疗 对 针对那个病变的地方去改善就好 所以研究病毒邪 跟研究人祸邪 还有人前破坏者邪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知道很多 九一九黄妈妈事件 现在在新竹地方法院开庭 新竹地方法院的法官 叫杨佑 杨佑什么 杨佑什么名字 杨佑齐 杨佑齐吗 杨佑 新竹地方法官的 王妈妈的法官 杨佑庭 杨佑庭 杨佑庭以前有一个法官叫杨佑庭 然后他是法律新毕业 他是找真黄康 写三前线法跟五前线法 那以前当过 现在当过最高法院的法官 不是这个 他这幼是保幼的幼 人质房幼 杨佑庭 其实我们也希望 他能够有这么优秀 因为杨佑庭 其实他也可以蛮优秀的 所以我们也要鼓励一下 像我在研究法学 我一定把法官列为主要的重点 不像有些团体 他就只把律师列为重点 那其实法官的辛苦 其实我们都要了解 所以拯救者呢 不只有律师 也不是只有律师 因为律师还是为了钱 法官是为了真心要救人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律师也当然很优秀 但是我们也真的 应该要打开一条线 那真正的法官 就像医院的主治医师 他是重的 然后其他人 个案管理师 还有护理人员 还有另外的病理师 还有要学师 这些都是重点 我们应该强救 团队的拯救 而不应该只有 极部的片面的拯救 你说只有律师团体是拯救者 这个是错的 你把钱幕 你只割一部分 来谈 你重大的那一部分 你不谈 你只讲说 我个人这一步 所以我呢 那律师楼就可以 让人间来监管 其实这个都是有私心 这个应该 不应该遮盖法官 那现在的法官 也应该要摆脱 摆脱被律师绑架 摆脱被律师 那我们的媒体人 也应该要客观公正 我们也希望 第四前的媒体人 以后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工会 给他们的基本的收入 而不要让他沦为所谓宣传机器 薪水太低不对 媒体人其实也算是准公勿言 应该要有足够的东西 那我们知道 急诊室是1919级 法律急诊室在看守所 法律的病房在监疫 监疫跟急诊室 都不是监疫的所谓的管理师在处理 应该有典议长 不是应该要有 不是典议长 看守所所长 应该要有监疫的法官进来 这个是重要的 人权很重要 所以监疫行刑法 监疫执行法 是一个私法的机关 跟我们的行政执行法 应该也是法院 而不是法务部的行政机关 台湾就是一堆人要夺钱 把司法的钱消成都不像样 把法官变成公务员 法官变成无名士 让有一些律师变成有名士 大名士 大名大晃 其实错 其实这哪是一个法制 你想想看 如果整个开刀里头 对不对 所有只有讲护士 只有讲那些人 某一个小护士很伟大 然后真的 杜元坤被摆引了 杜元坤被摆引了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样 这是我们台湾的法律文化 是被操控的法律文化 所以我们知道 整个法律的媒体报导 医学报导 都会报导 这个很有名的 很好的医生 然后法律媒体报导 就是报导 民律师报导被害人 报导也不报导加害人 不敢报导 然后法律根本没有 敢报导有名的法官 对不对 不敢报导 所以这是问题 所以法官竟然变成无名士 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司法文化 法官有名士呢 只有司法院有名人士 叫做喜什么 喜院长最有名 那其实真的不是 真的是法官 真的是个案正义才重要 不是在讲通案 所以有一个时代力量的一个立委 讲说他不讲个案只讲通案 他练法律练到哪里去 没有个案根本没有正案 累积了无数的个案 才是每个 每个东西都是个案正义 我问你医生在拯救病人 我讲我不讲个案拯救 我讲通案拯救 拯救谁啊 所以这些人都是受毒了 对不对 然后侵害人前的案件 最严重是监疫 所以看守所监疫 最严重 要不要有深的行政执行法 而不应该让这些典议长来操控 然后警察 警察现在有所谓的蟑螂之乱 对不对 蟑螂之乱 警察也是 樱桃蟑螂 黑白共治 所以警察里面有他正当的人 所以警察的人前 警察的执行法 警察法 整个都要改 然后还有 这个警队跟检调单位 都是破坏 所以我们前妇都已经把他讲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 伟大的法律人呢 就是要拯救别人 像这个陈献毅 他发了很多东西去把案件找出来 赵子龙也花很多时间去找出来 还有很多法官都很优秀 对不对 所以法官其实扮演着两个角色 你可以救人的法官 也可以是拿石头扎人的法官 所以我们知道赵子龙 还有这些温药园 这些都很重要 刚刚讲的都很重要 还有片面的伟大 彰显律师伟大 记者弄说他自己伟大 这个是忽異忽略 真正伟大的人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的媒体文化 司法文化 立法文化 行政院的文化 都整个都要改变 整个没有改变 我们就真的不行 那我们知道 我们讲医生最伟大 就是陈永新 他写了好多医生的伟大 所以陈永新医师呢 不是医师 他报导伟大 所以医生伟大 法律也有伟大 对不对 法律的伟大 像这里头 我们有讲到这本书 波涛汹涌 台湾法律80年 有讲到洪胡真 宜淑萍 还有蔡章林 还有曾建元的爸爸 叫曾秦荒 曾秦荒被整肃 当时叛逆的天空 黄华昌的回忆录里头 都有一些讲一些东西 那这些都是有人去拯救他 这都是法律人的伟大 还有蔡都民也很伟大 蔡都民拯救了蛮多人 所以我们知道 破坏者呢 其实有如变种的病毒 台湾2009年监察院 可以针对病毒协要来拯救 可是到这几年 2016蔡英文上台以后 交给其中一当司法院长 这个就使得病毒破坏 减掉经济监疫 越来越严重 然后这部分的人祸研究 就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变成 现在还要鼓励呢 要所谓的变频的科技侦查 所以这个头脑 其实越来越不对 掠夺越来越深 然后各地现在午夜在报税 各地方都在征税 然后我们也知道台北市 他就征收一大堆土地 然后为了要利用 就盖了一些假的 所谓的黄古建筑 然后好像有文化 等过一阵子呢 再把这建筑拆掉 再盖成大楼 又像刘正宏所讲的 这个地方政府呢 在养地 要可以赚20亿 所以地方政府 真的是掠夺的政府 没有拯救人民 也没有真正让人民 有真的自然的文化 真的文化 还有所谓的工业期 那个叫什么糖工业期 要做三家的叫什么 那个桃源的 那个也是忽略了 只为了一堆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动不动说 为了国家华益 不强调个人华益 然后没有个人华益 怎么会有更多数人的个人华益呢 所以我们这些很多观念要改变 所以我们真的观念只要一改变 我们拯救者就会出现 那促转会呢 最近公布了一些料别 对不对 那促转会说 要历史共治 要和谐 历史共业 但是把抓耙子的名字公布出来 对不对 那抓耙子就很火大 你怎么可以把名字公布出来 那我们就知道 抓耙子是吐死狗亨 对不对 所以抓耙子的一生 现在很多变态监控 以后这些都也会出现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整个都要变 所以我们知道 应该要有隔级 要有眼界 隔级要高 不一定要掠夺 我们现在 现在整个法官 隔级被打得打趴了 对不对 现在都在整数以前的法官 那现在新的法官 新的检察官 是不是真的在拯救人民呢 有没有要拯救太极门案呢 有没有要拯救0919黄妈妈案呢 有没有要拯救这些案呢 有没有要拯救陈欣系案呢 这些都是要新的隔级 你就应该要有杜妍坤的隔级 所以法界要跟杜妍坤看起 然后另外呢 人权DNA的公务员 应该要讲 所以以后呢 不应该再称法官 也不应该再称检察官 你都要称裁判人 跟所谓检察人 然后你要人权DNA 所以官钱全部收起来 丢到垃圾桶里头去 要真的来看 所以如果你看一下 法税改革里头有说 三个厚礼 对不对 金钻厚礼 铁甲五四蜜厚礼 所以蜜桃厚礼 就知道 原来行政执行署是这么回啊 所以大家要看 所以我们知道 整个来讲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改变自己 对不对 各位 请在这个留言板 跟我们讲按赞 好不好 然后以病患为中心 以当事人为中心 这是重点 最后一个点 医生呢 根本不是公益 医生是拯救者 医生可以实现他的希望 可是法官呢 却变成公务员 法官要被烤鸡烤鸭 还有烤鹅肉 对不对 法官被上级控制 那法官奉命行事 法官应该 不是人家 不是这个东西 人家是死神 认为人前协会不应该交税 国税级也要交税 到最高法官 行政法院法官 竟然丢一颗石头下 所以我们知道 法官应该担任拯救者 所以我们知道 整个来讲 今天的科学 真的很重要 法力是科学 法力是一个拯救者的科学 法力人应该站出来 应该勇敢的出来 而不应该用一些奇怪的东西 什么国民法官乱搞一通 所以我们知道 真的 台湾不应该让这些 有问题的时代 法力没有写好 法力的构成要件也没写好 就去当最高的首长 然后控制前面 然后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宪法呢 其实是有问题的 司法院应该毁掉 让所有的法官活起来 把司法院长拉下来 所有的法官活起来 因为司法院长 他根本 他没有拯救的思考 也没有人权DNA的思考 他只是换汤不换药 所以他比以前的司法院长的隔级 显示不出来人权的隔级 好那我们来再请白天使呢 来再讲一下 最重要的呢 就是我们的人权DNA 拯救者呢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要拯救人民 拯救这些受害者 而不是怎么样 受到长官 受到体制 受到考基的规范 然后或是胁迫 然后呢 不得不听命行事 对 整个过程呢 不论是我们的法治 或是我们的国家 最重要的是 以人民为主 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无论是在人权 对 或是在病人 或是在我们的医疗体制上 对 病人是最大 我们要救的是谁 是病人 在国家里面 谁是主人 人民是主人 这些受害者 是我们需要拯救的对象 对 在这个拯救的过程中 我们不应该 让一些黑手伸进来 最重要是什么 真相 让证据说话 让真相说话 让法官 对 成为真正的拯救者 让法官可以什么 依据事实跟真相 然后呢 让更多的人可以平反 可以找回真正的 就是找回真正真相 然后能平反 然后呢 维护自己的人权 这才是最重要的 每一个人心中 应该都要有 所谓的人权DNA 对 深植在心里 不管是思想上 或是行为上 我们才能真正让我们的 整个国家 都充满人权DNA 好 谢谢大家 请大家在留言的地方 都要讲 拯救者 法律 法官 让法官能够担任拯救者 让法官担任拯救者 让监狱 看守所 能够变成人群的 行事执行法 让行政法院 能够当真的拯救者 让行政执行署 回到法院 汇除司法院 所以这些点都很重要 今天 非常感谢大家 希望把他传出去 我们用真的 真的杜延坤 真的杜延坤的法官 希望 德雷莎 修女 食言阿嬷 拯救哲学 这些是我们法律人 早都有的 法律人真的要起来 法律人 是重点 法律的主治医师 我们应该要给他按账 给他加东西 所以我们让那些混在法律界里头的 不是主治医师在里头炒作他的钞票的一些人 我们要让他下台 好 那我们今天是这个 这个来 奉皇墓 奉皇墓 我们就叫告别 旧的时代 告别破坏的时代 回复真正 真正我们可爱的夏天 来了 我们的Summer 春天夏天 我们台湾司法的春天 春华的夏天 把春华的寒冬拿走 我们干更多的这个平缓的案件 更多的诊宿案件 然后我们法律的急诊室 应该看所所 随时要赶快要检查一下 里头有没有问题 监狱里头也要检查 有没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们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再按赞哦 分享哦 我们期待120集再相会 120集再相会 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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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